中文字幕——YK 而且还爱得特别张扬、霸道 小编记得有一段时间皇帝特别喜欢听安玲蓉唱歌 虽然安玲蓉唱得不怎么样 但是歌声真的是超级棒 为了羞辱安玲蓉 也为了让后宫众人看清楚自己的地位 于是华妃在和皇帝一起的时候 就提议说安玲蓉唱歌好听 让她来助助兴 皇帝一听这个主意不错 华妃也是长大 都知道这种要和后宫的人好好相处的道理了 那还有什么道理不喊人过来呢 正巧甄环和安玲蓉在一起呢 那个时候甄环和安玲蓉还是好姐妹呢 于是两个人便结伴去了一昆宫 到了那儿 华妃就让安玲蓉唱一首深情的曲子 要那种情意绵绵的 安玲蓉唱完之后 众人还是很喜欢的 随之华妃开始不依不着头 鸡蛋里挑股头 妃说安玲蓉 没有把那种情意绵绵的感觉给唱出来 甄环就不愿意了 联盟出来维护安玲蓉 说是安玲蓉身体不适 早晨起来有些动静了 所以嗓子没有发挥好 华妃一听联盟让让宋芝给安玲蓉倒了杯 据说是可以暖身子的茶 大家都知道 华妃肯定不会那么好心的 果然 安玲蓉喝完茶之后 嗓子就哑了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了 甄环随即应变 就用弹唱的方式 给安玲蓉写了杯 简秋当时正好去一婚宫传皇后的消息 看见了这一幕 便回去把这件事情给皇后说了 皇后本来看不得安玲蓉 觉得她想不得抬面 但是这件事却改变了她对于安玲蓉的看法 觉得安玲蓉在大使面前沉着冷静 是块好料子 可以好好磨一磨 为自己所用 于是安玲蓉 就因为这件事被皇后给惊上了 从此也开始了她悲惨 无法掌控的一生 但是安玲蓉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即使被皇后利用没有办法脱身 但是她还是发现了皇后最大的秘密 她杀死了了春元皇后 于是这就出现了安玲蓉 在死之前对甄玲说的话 皇后杀死了皇后 这也成了甄玲扳倒皇后遗休的重要证据 皇后遗休估计临死 还在后悔自己当时的举动 图片来远广路